一个由防空洞改造而成的社区地下空间 这一次,我们深入地下,尝试找到答案 现在可以看一下毛毛咖啡馆 毛毛咖啡馆是小区居民变阿姨和儿子毛毛一起经营的空间 毛毛是一个特殊的孩子,有智力障碍 为了照顾孩子,也为了让他有一门为生的手艺 变阿姨申请了这个空间 这里和我们想象的不同,大多数时间十分亲近 卸掉网红滤镜,它更像一个随处可见的社区活动中心 快照亭的声音已在下午开始火热 空间里的其他主理人,下来逛逛的居民 在我们的怂恿下走进了格子间,开始了艺术创作 快照亭临近结束那一刻 我突然意识到,作为年轻人 我们久违地参与了一场社区活动 让闲下来的人们聚起来,这才有碰撞出火花的可能性 感谢! 感谢观看